Hello,大家好,我是TagBetaClark 今天我们介绍一下Ruby中的Dump和Clone 这两个平时也比较常用 然后呢,从四面意义上去理解的话比较相似 但是实际上两者之间都是有区别的 最对重要的区别是两点 我们分别举例子来意思说明一下 第一点,Clone的时候 它会复制原对象的冻结的标志为 但是Dump不会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首先有一个Sufrund的对象 然后呢,我们把它给冻结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实际上 它是直接被冻结住的 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分别做一下Dump和Clone 一次看一下它的冻结之后的效果 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 Dump的实际上它是 它不会把它冻结状态给它记录下来 但是Clone的话它是会的 好,这个是第一个区别 然后第二个区别的话也很简单 Clone会拷贝原先对象的单例方法 但是Dump不会 好,我们也举个例子 然后呢,我们分别把它做一下Dump 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Clone的时候 是直接把这个单例方法给Clone下来的 但是Dump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方法的 好,我们回去回过头来总结一下 再重复一下,就是Clone和Dump之间有两个最大的区别 Clone复制原对象的冻结标志不会 但是Dump不会 Clone会拷贝单例方法 但是Dump不会 好,基于上面来说的话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不是Dump算是一个浅的拷贝 而Clone的话算是更深层次的一种拷贝呢 实际上这种理解是有评差的 我们只能说Clone和Dump它实际上都是一个 都是浅拷贝 它们只拷贝了第一层 我们可以看一下例子 好,对,看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首先用Structure给它创建了一个对象 然后对象里面有一个value值 value值它里面是一个hello的一个 然后呢,我们可以找出来value的那个object id 是这个 然后我们分别把它进行Dump和Clone 依次取出里面的value的object id 相当于这个已经算是第二层了 第一层是它的Structure 然后第二层是它的value值 我们会发现它的value的object id 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我们去看它的object 自己本身的object id 它机上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结合着这一张图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object1,object2和object3 三个 实际上它们在object1的基础上直接做了一下拷贝 但是它只是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上的拷贝 而它的value值 value这个值它的那个指针实际上是指向同一个对象的 所以它们这个值实际上是 值的object id实际上是同一个 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它 Ruby里面本质的一些Dump和Clone的一些过程 Ruby中提供了三个复制对象时会被用掉那个 会被调用到的回调函数 Initialize,Copy,Dump和Clone三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过程吧 Clone和Dump之间的那个过程 它们的过程也比较相似 首先先Clone一个对象 Clone或者Dump一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先分配一下内存 内存 然后给它创建一个新的对象 设置一下GC与回收 然后到第四步的时候 由于Dump和Clone各自 它们调用自己的InitializeDump 或者是InitializeClone 然后如果这两个方法 各自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我们调用更深层次的InitializeCopy 然后这一步完成之后 如果是Clone的话 就还需要去设置一下新对象的冻结标志位 Dump的话就没有这一步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Clone和Dump是比较相似的 只有在第四步和第五步的时候是有区别的 所以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做更进一步的 比如说就是我们想象着刚刚更说的 深层次Copy Copy的话 可以在InitializeCopy 那个DumpInitializeDumpInitializeClone上面做文章 好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